其實已經第四次追加預算了 當然錢只要到手 對他們來說都很簡單 但是再不急什麼 好像我們要打個疫苗 好像要吃人家投入一樣 還要等老闆來排程 排告訴你什麼時候可以打 凱翔哥 其實BMP好 就算是先不要講明年 他們可能成為孤兒了 先看最新的這一波 10月22號要開放全年齡層 但是告訴你了8小時 限你在8小時內要預約 這打個疫苗搞得好 我好像預約5倍券一樣 我真的覺得很妙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要一直在這件事情上面 造成民眾的困擾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 最好笑的新聞 就是蘇貞昌 不是來把他當政機宣布嗎 47歲以上想要打BMT 打開你的刑事例 打開你的刑事例 47歲以下想要打的是什麼 打蘇貞昌嗎 我們打刑事例也沒有用了嗎 這個細節的部分 然後我不想講這細節的部分 其實我很想講一個 大一點的東西 就是前幾天我看到 外媒彭博社在報導 說現在此時此刻 大概縱觀全世界 大概只有大陸在追求 這個病例數要清零 然後其他的國家 大概都不會這樣子去追求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我是支持這樣的做法 包括台灣 我相信此時此刻 我們的指揮中心 或是各層級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的政治人物 心中也不會在意把清零 當作是我們最重要的防疫目標 因為防疫最終 防疫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各位 是殺死病毒嗎 不是 是讓絕大多數的人 都能夠回到疫情爆發前的 正常生活 這個正常生活 包括方方面面 包括我們不會受到病毒的威脅 可能擔心失去生命 擔心失去我們寶貴的家人 親愛的朋友之類的 同時我們的經濟生活 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的工作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作息 甚至是出國旅遊的一些機會 然後在國內旅遊 然後再去吃喝玩樂的 這樣子一些權力 都能夠盡可能的 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看到一個新聞就講說 我們可能進一步解封 時間可能在10月底 我就覺得說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的政府該做的事情 不是一直在這些細節上面 把它當成是一種恩出於上 恩就是恩惠的恩 然後出於上 好像都是這些大官 要施恩給我們百姓 不是 你不要再搞 這些之為末節的 而是你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此時此刻你要告訴民眾說 我們現在反正就是盡可能 跟他趕快去打疫苗 打完疫苗之後 可能到兩劑的覆蓋率 打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放 我們的國內的很多相關的管制 然後大家同時間 也要做這個思想上面的 認知上面的一些改變 我們可能不會再以清零 這件事情為目標 我們可能會在防疫上面 採取大規模快速的圍堵 然後篩檢 然後治療 同時就是疫苗同時持續施打 盡量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但我們政府這些事情都不做 然後都在做那些什麼事 都在做那些官 大官 了不起的大官們在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刁難百姓 比如說剛剛佩萱丟了這些 在施打疫苗的技術上面 他就不可能讓很多事情變得簡單 就要搞大家什麼限時預約 然後還要先預約議院 然後再去預約在哪裡打 然後搞得那麼複雜 然後像是我其實這兩天 你們也沒討論我也很想罵 還是我剛好沒遇到 就是一個口罩到底要戴不戴 我們在作業還戴口罩 然後用個隔板 然後主播又不用 主播一個人撥又不用 然後我們三個人坐在這邊要 你一人放一碗牛肉麵在我們面前 我們可能又不用了 因為吃飯的時候是不用隔板 也不用戴口罩 搞來搞去 都是亂七八二這些東西 莫衷一試 沒有統一標準 全靠陳時中自己的 這個藝人的念頭 我覺得這代表什麼 這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是一種治理之術 是一種帝王心術 如果我太把很多事情 都明文規定之後 你們就不會鳥我 你們就不會鳥我 所以最終說到底 此時此刻民進黨的防疫 已經不是在對抗病毒 是在思考怎麼樣繼續 從疫情當中 攫取他的政治利益 繼續操縱民眾 繼續操縱民眾 掌握我每天的話語權 掌握維持我的聲望 而不是說真正的 要讓我們趕快回去過 我們疫情爆發之前的生活 其實大家都悶得很慌 也擔心說這個疫情如果再來 像昨天其實有個案例 就是莫德納的突破感染 也是空服員 今天再次這個5加9 可不可以派飛成為一個議題 但是憑良心說 在我看來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疫苗覆蓋率 讓病毒就算突破 要在大規模傳播的機會 也不高 同時相關的就是 醫療量能的部分 也可以立刻的圍堵 在他周圍進行大規模篩檢 所以我們的官員 是不是應該要在此時此刻 開始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跟民眾溝通 說我們在後疫情時期 到底該怎麼生活 讓監察實一定更了解 國外的狀況 對不對 我們到現在 官員捨不得告訴你說 我們不再追求清零 我們要跟 某種程度要跟病毒共存 因為如果我們要拿一個 很可怕的病毒嚇你 你以後就不聽我的話了 你就不會在每天2點鐘 手頭頭的記者會聽我在那邊念經 我可能就會失去透過疫情 來掌握民心 然後來鞏固我的話語權 然後一個鞏固領導中央 這樣子的一個態勢了 所以獨裁者最喜歡的都是維基 這是一個舉世的政治的一個ABC 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過去一段時間 為什麼去年有這樣的精深 就是你知道精深 像是一個防護罩一樣 就是因為他把疫情這個危機 巧妙的轉化成他聲望 跟支持度的基石 現在這個狀況是已經不在 大家不想再過疫情當中 那個嚴酷的生活 但是民進黨卻不想放過 不想放過過去那個光環 然後所以他還繼續在疫情這邊 你知道這個 又擔心傷害經濟 但是又擔心說 如果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恢復這場生活 你們以後都沒人鳥我 明年要選舉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卡在這裡 卡在這裡 所以怎麼辦 終究大方向是疫情確實在和緩 然後世界的人類 也找到了方式去應對 我們開始對疫情 變得比較能夠平常心看待 沒有這麼恐慌 那怎麼辦 我還要掌握權力怎麼辦 我就繼續用這種方式搞你 用這種規則搞你 你就得每天看著我 我今天又有什麼新規則了 我今天去哪裡 是不是又可以不用戴口罩 或是我哪裡可以營業 不能營業 用這種方式 你只想掌握權力 但是你就是在惡整民眾而已 這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防疫 其實實則是為了 賺他的政治的紅利 但是現在還有這一塊 其實我們要討論到的 也是被當作是 他們聲望的提款機 我們要問一下子哲哥 從政治面 等一下我們再問基大使 從國際面 好 當然最近的共機擾台 真的變得是史上最高 就是屢創紀錄 蔡英文在嘴演的中場會結束之後 他就轉答說他正告北京當局 你們要克制避免擦槍走火 馬上綠委陳庭飛就出來接求說 我們的總統真的硬起來了 我們拒絕向中共的武力威脅 有所妥協 民進黨也趕快就說了 好 他說應該要立刻停止 這類不負責任的挑釁作為 當然我們的住住姐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認為兩岸之間 大陸真想打我們的話 他不會出動他們的戰機 打我們 針對台灣這麼小一個國家 我想問子哲哥的 到底是誰在挑釁 到底這段期間 一直都是誰在挑釁 是 我坦白講 我們都不希望對岸 對台灣文攻武嚇 真實在話 我們也希望台海和平穩定 可是問題現在民進黨 他們的邏輯 或是說他們的盲點 永遠就是說 責任完全不在我身上 責任完全在對岸身上 我這麼說 對岸 當然不會完全沒有責任 因為你共機老台 共建老台 這是事實 對 坦白講 對台灣民眾的觀感也不好 對區域穩定的和平 也有所影響 或是說衝擊 可是重點是 民進黨有沒有去反省過 或檢討過 在從16年上台之後 他們很多的反中 抗中的作為 是不是也導致了 兩岸關心的緊張 對不對 我坦白講 兩岸過去 08年到16年 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最重要政治基礎 九二共識 你不要了 那也沒關係 你總要提出一個 可以讓兩岸繼續往前 或繼續和平發展的 一個解方 你們也提不出來 不要九二共識 但是怎麼樣 你就只打反中 抗中 我坦白講 青梅沒有錯 馬政府的時候 也是青梅有日合中 所以重點在合中 過去馬政府的時候 我們是跟兩岸 我們透過不管是九二共識也好 我們甚至是 加強交流互動也好 至少你不用去仇視 不用去挑動 那個兩岸緊張的關係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看到民進黨政府 這個上台之後 老是在做這個事情 我最近去友台 偏偏偏台 我說哪裡 民進黨哪裡反中抗中 你講 你講 蔡富豪 你不反中 我好像講不出來 不反中 不抗中嗎 我想說你們這麼激動幹嘛 我講你反中 抗中 你們應該很開心 這不是你們這樣標榜的嗎 我點意用 我奇怪 講得好像他們 對 他們好像覺得說我講錯了 我心裡想說 有事嗎 你 我說遠的不要講 我說靜的 我說請問小明事件 你讓我們的陸配的小孩 事實上他是半個台灣人 對不對 就算他還沒有真的取得國籍 人家很多人也是在申請中 我們在疫情的今天 你不讓小明回來 請問這不是反中 不是抗中 不然是什麼 是不是 我們現在要舉行國慶 我們的主視覺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 坦白講 某種反中抗中是在講反共 抗共 你現在在反中抗中 你連中華民國都反了 你連我們的主視覺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 你變成一個 這個慶祝台灣的國慶 你這個不是在反中抗中 不然又是什麼 我在講 剛才我們上題講疫苗 請問要不是你們意識形態作祟 反中抗中的意識形態作祟 故意一定要跳過 上海附近代理的BNT 我們早就拿到那 3000萬支疫苗了 不是嗎 搞不好我們800多人 寶貴的性命 國人的性命就不用亡死了 不是嗎 這裡都是例子 好啦 再講 反中抗中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政府 是用什麼態度 是不是 我說我們也支持台灣的 香港的人權 我們支持香港的人民 不受到欺負 這個都OK 可是重點是 當你把它過度的政治操作 今日台灣 明日香港 或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等等 你在告訴什麼 香港可以獨立嗎 你不是在挑撥 或挑釁兩岸關係 不是嗎 所以說你們自己做了一堆傻事 做了一堆抗中反中事 現在反過來問說 我們哪裡反中 我們哪裡抗中 不是在中間 就是你們幹的 我是說這個是有點 雞生蛋 蛋生雞 我要講就是說 就算有這些事情 我也不希望看到大陸 或是說北京政府 對台灣文攻武嚇 這也是實在話 因為這個真的對台灣的人民觀感不好 而且也對我們安全有所影響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保證或預料 什麼時候會一觸即發 甚至是誤判形勢等等 所以這個一定要去克制 可是問題就是說 民進黨為了他遂行 他內心裡面台獨的思想 不斷的在搞這個事情 現在陳廷飛又出來講 負荷 事實上我覺得陳廷飛 應該說有陳廷飛們 不會只有陳廷飛 他只是一個代表性 他馬上出來 對 待會大使也會講 這個小英總統不是這個什麼 到了外交政策那個雜誌 不是去投書嗎 我們看到他的什麼 他的名字用什麼 他的名字用 Personal of Taiwan 你如果去對照過去 李登輝總統也投書過 對 他是用什麼 用ROC ROC的總統 所以我們要問 請問蔡總統 你到底是誰的總統 如果你是台灣國的總統 說你反中 我說反中華民國 抗中華民國 不是嗎 不是剛剛好而已 不然你是在叫什麼 所以說我覺得包含陳廷飛 當然我覺得他要 在同溫層裡面取暖 很好 尊重 可是你要有點邏輯 你要點頭腦 你不要把你們自己做過一些 狗屁倒灶的事 當作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現在才來說 沒有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很乖 我們這個都是大陸什麼 大陸有責任 可是你要扪心自問 你的責任在哪裡 難道這一定是單方面嗎 一個巴掌拍不響 所以說我覺得 蔡英文總統上來之後 你不斷的用意識形態對抗也好 反中抗中的路線也好 的確造成的兩岸的緊張關係 這是事實 甚至大家說 這裡是全世界最危險 最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不是嗎 請問08年到16年 全世界有人認為說 台海很緊張 台海這一觸及嗎 沒有 所以這就是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或說領導人你的路線 你的走向要怎麼走 看起來 他是要把台灣走向 一步一步走向戰爭的邊緣 好 你賣芒果肝無所謂 你還是要從現實面來看 到底美國老大哥要抱抱幫我們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 我們的住住姐 她是這樣講 我們等一下請大使幫我們分析一下 關於目前在我們的 菲律賓海海域的 這一個聯合的操演 包括連比利時都加入了 日本 英國 美國 但是我們要先看的是到底 台 美 中 中 美 台 美 中 台 之間的關係現在到底怎麼樣 國務卿布林肯 他當然是說美台關係 是堅若磐石的 但請注意了蘇立文他怎麼說 他的這句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常軌道 代表他們希望可以跟中美之間 要回歸到正軌了 跟楊潔篪的想法其實也差不多 就現在目前 他們可能會在年底 來開始一個高峰會 當然是用視訊的 但是真的 美台關係堅若磐石嗎 這個聯合操演 又能夠怎麼解讀 我們來介大使 這個聯合操演主要是對 大陸施壓 因為從美國角度上 在他的第一島鏈上 有三個問題 一個就是東海的問題 也就是日本跟大陸 也是我們台灣 釣魚台的主權爭執 那地方可能是一個 可能衝突的點 另外就是台海 台海現在的緊張情勢 是最高的 還有一個就是南海 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上看 他要在這個三個 在這個第一島鏈上 這個三個衝突點 他要展現他的實力跟壓力 這一次一共來了 17艘艦艇 主要的艦艇 還有就是一共有六個國家 他跟往昔不同 他有三個航母戰鬥群 兩個是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一個是英國的伊麗莎白號 其他國家有日本就是說 兩棲登陸兩棲攻擊艦 大概4萬噸左右 那麼澳洲也有一艘兩棲攻擊艦 從這個火力上來講 從這個參加國家術上 都可以說是過去所未有的 所以事實上 從大陸角度來看 你已經到我家門口 你是在我家門口 那麼做這麼一次 這麼大規模的演習 如果說今天大陸 也糾集同樣的 大概數量的艦艇的話 在美國的外海 大概差不多 就距離美國外海 大概幾百海裡的左右 那麼接近的附近 也舉行這樣子一次軍演的話 我想美國也是一定會非常的緊張 他會採取很多反制的動作 這一次 這一次共機大局 所謂我們從台灣的角度上 親台 從洪秀柱 洪主席的角度 他把他講出來了 事實上這一次不完全針對台灣 這一次整個的飛機 他主要的架次 譬如說殲-16 他的最主要的功能 他的戰力 因為他的這個 戰鬥半徑是比較長的 將近戰鬥半徑非常大 大概有3000公里 因為他比較大型的戰鬥機 然後他主要的戰鬥的功能 是空對海 他上面的這種都是空對海 所以正好可以針對他這一些 17艘這個 所謂的美國糾集的這一次艦隊 演習的艦隊 另外他也有這些電針機 電針機 那麼主要就是在做電子作戰 還有轟炸機 就轟-6的轟炸機 可以看出來這一次的規模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針對海面的艦艇 做的一次演習 實戰性的演習 所以針對性 現在看得很清楚 其實不是針對台灣 那麼針對台灣的話 他這個機種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不會用這種機種 這一次的話 所以這一次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很緊張就是說 我們台灣只要一進入 我們的所謂的 航空識別區 飛航情報區 我們就進入我國領空 其實成就就國際法來講的話 你的領空 是在你的領海往上算 領海現在 國際海洋法只有12海里 接近你的領空的話 應該進入你12海里 是進入領空 進入你飛航情報區的話 現在這個是很多國家畫設 你仔細看 我們這個飛航情報區 我們南邊是在巴士海峽 我們北邊進入了 大陸的領土 進入了浙江省 進入了福建省 所以你如果說照這樣講的話 你這些幾個省份飛機一起 就進入我們台灣的飛航情報區 這個也是有一點點在說不過去 可是我們過去 比較在乎是那個中線 可是他每次都走西南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就認為 侵入我飛航情報區 其實這個在國際法上 基礎並不強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我們的 等於說傳統的勢力範圍 那麼大陸的進來 我們都予以警告 不過這次我認為 在南海這一次的大陸這麼多 這麼高頻率 而且是這麼多的架次的飛機 主要是針對這次 美軍所主導的演習 不過美國的這個堅若磐石 看你在什麼基礎上講 因為美國跟台灣 沒有任何條約關係 我們過去曾經跟美國 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而且有協防條約 可是1979年 1月1號以後 美國單方面斷交廢約撤兵 所以美國事實上 當時1979年 是把台灣一腳踢開的 而且那個時候還是有條約 他把你的有條約 有外交承認 有駐軍 這三個條件 通通把台灣一腳踢開 踢得遠遠的 那麼剩下來 現在有關美國有關台灣的 法律文件 國際法律文件的話 從大陸的角度上只有三個 哪三個 就是所謂的建交三公報 美國跟大陸的建交三公報 建交三公報的原則 講得非常清楚 第一個 美國認知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些就是說海峽兩岸 用怎麼講 用非和平 用這種和平方式來解決 未來的爭端 大概就這幾個原則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美國的 所謂對台灣的關係 堅若磐石 真正要說的話 他真正能找到法律基礎 也就這三個 其他沒有 其他政策性的這種說明 美國到現在也沒講清楚 因為你今天去問 好了 就蘇利文好了 或者林肯說 你問他說你的堅若磐石 美國堅若磐石 包括台海發生戰爭 美國會出兵協助台灣 這兩個人絕對是說 這個我不做說明 這叫什麼 模糊政策 美國為什麼要搞模糊政策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不想被拖入一場 他跟大陸 這另外一個和子大國 可能最後螺旋升高為 核子戰爭的一場戰爭 美國第一個不符合國家 美國國家利益 美國國家利益 了不起給你造成 用台灣來造成一些 大陸的騷擾 而不是真正為了台灣 要把美國整個國家 捲入一場核子戰爭 再笨的人都不會做這種事 可是我們台灣 就有很多笨人 居然相信美國在 我們跟大陸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會冒著他自己的生命危險 來救台灣 如果說有這些人的話 我只能說真的是頭殼壞缺 到現在還有人這樣相信 而且你看看美國最近 對阿富汗的做法 絕對是美國利益第一 所以在台灣的問題上 美國用台灣字是一個棋子 基本上是用來跟大陸 談判用的一個棋子 最近 美國現在國內的狀況很嚴重 尤其在經濟問題上 他需要跟大陸產生一些 合作關係的時候 這個時候又拿台灣當棋子來 又拿台灣 我要賣一點武器 或者說我要對台北 你的駐美代表處證明一下 改名一下 用這個又創造出一個籌碼 去跟大陸來討價還價 所以我們再怎麼講 就是美國手上一個討價還價的 一個棋子而已 像蔡英文基本上這些人 他心知肚明 今天台灣 剛剛指著講 今天台灣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民進黨的台獨政策 今天台灣沒有民進黨搞台獨的話 我們在台灣安居樂業 國外的投資 也會源源不斷的進入台灣 為什麼 台獨基本上 就是兩岸戰爭的最主要的原因 沒有台獨 馬英九在台上的8年 國賓島每次執政 最近的執政 兩岸關係有搞成像現在這樣嗎 馬英九的8年 我們不但簽了ACFA 我們有大概500項產品 達到大陸市場的優惠關稅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國際空間 WHA也進去了 國際民航組織也進去了 我們兩邊從來沒有什麼外交戰 我們的邦交國維繫不變 我們很多地方 我們的國際空間都出來了 為什麼蔡英文一上台 情況急轉直下 斷交七個邦交國 立刻斷交 而且越來越緊張 緊張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民進黨推動 落實台獨的角度 越來越快 越來越急 越來越猛 這就把台灣整個被台獨政策 給綁架到一個不可測的未來 這個未來是往哪裡 往戰爭方面走 所以今天台灣所有的問題 今天我們面臨這些這麼多問題 說出來了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民進黨搞台獨 如果民進黨不搞台獨 今天我們台灣真的是 你我都不會常常會有 會有這種戰爭的陰影 然後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你去問年輕人 我願意打仗 可是你要恢復真兵 他又不願意 誰願意去打仗 上了戰場上 人命如草芥 我們是要和平的 可是民進黨從來沒有講 他說台灣是要 我們是獨立 我們是獨立 我們要尊嚴 他從來沒有講 你如果你要去做台獨的話 我們要付多大的代價 他從來沒有跟台灣人民說過 現在這個事實狀況 就已經在跟我們台灣人民在解釋說 你往台獨的話 將來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條戰爭的路線 就是一個毀滅 就是一個所有的一切努力 毀於一旦的這種結局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老百姓 我們大家要覺醒 不能夠再讓民進黨 這樣用台獨意思 綁架我們的未來 腳踏實地有這麼難嗎 我先問三位來賓 就是我先問紀大使 一碗蚵仔麵線 你認為現在大概多少錢 蚵仔麵線一碗 40塊吧 40塊 子哲哥 台北市恐怕50塊 是基本價 沒有吃過50塊的 凱翔哥 大概50吧 50差不多 對 因為我們在消費者 物價指數一直不斷的在網上飆高 今天包含國民黨六位羅明才 就問了我們的主機長朱澤民說 一碗蚵仔麵線多少錢 抱歉他跟你說一碗20元 既以前的我不吃滷肉飯 我不吃肉丸 我實在是不知道朱澤民 最後能夠吃些什麼 還是他都在吃些什麼 但是一碗20元的蚵仔麵線 凱翔哥多久沒看到了 我只知道今天下午 所有的媒體同業都瘋掉了 都去找蚵仔麵線 因為朱澤民在那邊 講這個東西之後 然後所有的記者都被叫去找說 哪裡有賣20塊的 現在他們家都在發文求說 因為我們同業陪我們吃什麼 什麼都吃不到 據說稍早之前 有同業傳出在三重有一家 是大腸的 沒有蚵仔的 怎麼辦 大家還是得去拍 他為什麼20塊錢 可以有這個價位 大腸的面線 對 然後他紛紛的崩潰 朱澤民一直是一個很妙的人 他在2019 我看你們找出來 當時也是羅民財就問他說 那時候好像就是因為這個 反正經濟的問題 就問他說 大家萬物其長 民眾生活過得不好 那時候好像是針對一例一休 然後因為一例一休之後 造成很多人事成本增加 所以很多的小店家 就因此而漲價 讓很多基層的 本來就在吃銅板美食的一些 比較辛苦的民眾 就變得更加辛苦 然後朱澤民就說 沒有 我沒感覺 我都吃行政院的便當 或是我都吃行政院自助餐 然後他現在又來了 他在他心中的 蚵仔米薩是一碗20元 你就無怪 我覺得我心中豁然開朗 難怪 難怪蘇生昌行政院長 跑到立法院報告的時候 會覺得此時此刻的台灣 是舉世滔滔當中的幸福之地 為什麼 因為朱澤民的美食宇宙裡面 面線一碗才20 水餃跟滷肉飯都不會漲價 他賺這麼多錢 吃這麼便宜 他當然覺得台灣所有人民 都舉世堂堂 只有幸福之地 沒有 其實他有去吃飯店 但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的朋友去飯店慶生 遇到他在飯店吃飯 那誰付錢 打筒鞭 誰付錢 誰付錢 對不對 他講的錢也是好事 希望帶動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mais不會更強大 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